當中國正在面對疫情時 歐美國家沒有考慮 這些病毒是無國界的 可能會產生帶來連鎖影響 他們應該做好這些準備措施 很可惜當時他們若無歧視 毫不在乎 中文字幕提供 如果只是抹黑中國 將矛頭責任推到中國 其實是你解決不到本國的疫情 你推捨責任 當時中國發生的疫情嚴重情況 他每天都出來公佈 就算數字可能懷疑他不准說 你更加要有警惕性 你現在自己不警惕 不重視 輕視 而出現問題 你推捨不到 你向本國人民推捨不到責任 推捨責任是沒有用的 反而是要大家同心協力來應對 有時候有些事不關忌 就不去考慮 他沒有考慮到病毒是沒有國界的 所以當今天病毒蔓延的時候 疫情一爆發的時候 很多是無法應付 其實從中亦都看到 現在雖然科技、醫學發展不快 但同樣地 我們亦都人類有些薄弱 所以中國政府提出 習主義提出 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實就顯示出 我們在國際社會裏 我們一定要有什麼事情發生 大家都要認真對待 做好準備 為了人類的福祉來做事